为了让台湾站上国际观光舞台 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锁定了美国市场 由此观光局长谢卫军亲自带领21人团队 到美国展开巡回交议会 不但在纽约旧金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还在洛杉矶的活动现场 请出了这台湾吉祥物您看到的这个欧雄表演 为这趟推广行程画下了完美句点 活力四射的台湾欧雄又唱又跳 朝热现场气氛 推广台湾观光品牌交通部观光局组成行销团 跨海到美国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三大城市举办交易会 观光局局长谢威军也亲自出马 显示台湾对美国市场的重视 这个客群在去年来台大概是45万左右 那么成长率也首次这个两位数的一个成长 那么今年我觉得我们要来努力行销 希望它能够达到这个50万这个目标 21位推广团成员包含旅行社饭店精品商场等代表 除了秀出精美伴手礼吸引目光 代表们还轮流上台用英文介绍台湾之美 侏洛经文处处长也赶来支持 认为台美两国自从实施免签政策以后 台湾观光大有可为 大家都知道我们LA是我们美国第二大城 那也是我们海外乡亲在这边聚集巨大的城市 那这个地方离台湾非常近 一般飞机就可以到了 只要12个小时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旅游市场非常大 推广团的行销重点以乐活和美食为主轴 将台湾单车 铁道等旅游方式 以及美食精华特质化行程强力介绍 希望吸引更多美国人去台湾旅游 帮助台湾在2015年达到百万旅游人次的观光目标 中文新闻马力亭英宏文 洛杉矶采访报道